中年离异是守着孩子过还是在找个伴 想法错了 事儿就会一错再错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不对 人啊 先要精神独立 你才能考虑别的 如果你精神不独立 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守着孩子过吧 等孩子长大了 你就很容易去干扰控制孩子的生活 你会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养的孩子 他却不理解你 还会离开你 那这个时候你会很容易心理失衡 失落感更强了 就像电视剧小欢喜 你们看过没 里面的宋倩因为对女儿的控制欲过强 导致女儿抑郁了 还有浙江有一个新闻 是单亲妈妈因为对儿子的控制欲过强 导致儿子拉黑他 我还遇到过一个男人 希望我去给他的妈妈做咨询 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一直在插手 他的感情生活 无论他找什么样的人 他妈妈都不满意 后来他好不容易结婚了 还没到半年 他妈妈又各种插手他们家里的事情 小到衣服怎么挂 桌子上应该摆什么东西 大到他老婆应该怎么跟他说话 做什么事情 他的妈妈都要管 现在他老婆受不了了 想要离婚 那为什么守着孩子过会这样呢 因为当这个母亲或者一个父亲 他们全部的感情 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 他们渴望从孩子身上获得情感的满足 但孩子给不了父母 成年人所需要的亲密关系 亲密感情 人又都是有情感需求的 所以当你把所有的感情 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时候 孩子就成了你唯一的情感寄托品了 那精神不独立的女人 二婚也容易过不好 因为过不到一块去 因为你容易被别人影响 你没有自己的主见 父母一催着 让你赶紧再找一个 你就找了 也没有考虑过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 那前任找你复婚呢 你听父母的 哎呀为了孩子就复吧 然后过得又比之前还要难受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个三婚了 而且还跟每一任老公都生了一个孩子 最后这个他又觉得 越过越酸计 越过越心累 所以你不管怎么选 但你一定要先精神独立 什么是精神独立 就是没有人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都能过得很舒服 我的关注点是我的快乐 我不是祈求孩子给我快乐 我的关注点不是全部在孩子身上 我也不在老公身上 而是在我自己身上 我自己一个人也能把日子 过得很明白 很清楚 很舒服 精神不独立的女人 总是把精神寄托在别人身上 那很容易 你也过得不幸福 别人也不幸福 那这样的日子 肯定不是你最想要的了 我只是想要的了 我只是想要的